市議員曾濟岩和里長李建德巡視里內 卻發現道路有些均裂 車輛來到總彎處 車輪和地面摩擦 車輛容易打滑 要看這裡我們去掉吧 我們去掉吧 這裡就是51公里嗎 51公里這個地方吧 這裡是這個地方 位於一半三腰的南興街 因為住宅林立 道路車輛進出頻繁 導致路面耗損嚴重 市議員曾濟岩相當重視道路品質和安全 邀請了市政府公務處到里內巡視 針對一些破損但修補了路面 希望市政府能夠幫忙處理 所以常常有這種現象 都積水 都獵人 要騎沙子 處理叫做七八個地方都有這個現象 基隆市市民最大的福祉就是 燈要亮 路要平 鍋要通 那我想吉人禮啊 拿弄新春啊 我自己的意見 提出來就請我們 基隆市政府的財組單位 對於道路的預算啊 一定要增加 不能刪減 今天看南興街喔 衣座跟里長都非常關心我們 里內的路面啊 那剛有局部看了幾個比較破損嚴重的 幾個點 那公務處回去啊 會去計算面積跟整個排定工班啊 那我們就是挑這個路面比較不佳的部分先做啦 那有些部分在去年路就已經做好了 那路況都還不錯 我們還會持續把路平的工作來繼續做好 由於南興街部分路段去年已經鋪設完成 會刊結果 市政府公務處將針對南興街51項35號 46至2號等路段進行道路重鋪 記者 黃燒民 金融報導 感謝…